岳不群 神教的大弟子林虎冲真诚直率 夫人宁中泽也是个善恶分明的女中豪姐 这两个最亲近最应该了解她的人 对她也是最敬佩敬仰的 岳不群把她的角色演绎得那么好 几十年来毫无破绽 如果岳不群一直这么伪装下去 她也能给身边的人继续带来快乐 但她在辛辛苦苦伪装了大半辈子后 终于熬不住了 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知道自己的野心有多大 为了追逐权利 她什么也不顾忌了 妻子女儿不管了 世道尊严不顾了 甚至男儿生也抛弃了 岳不群坐上了五月掌门的宝座 获得了短暂的成就 不久便生败名裂 她的家庭毁了 妻子女儿都是为她而死 这也是她的必然结局 岳不群伪装前后的两种形象截然不同 以前的形象完美地让人产生怀疑 可是她伪装了那么多年 说了那么多的满口仁义道德 教育了那么多弟子 为什么就不能说服自己呢 或许她继续伪装下去 得到了更多 或许她释放自己的真性情后 才真正的解脱和快乐 从她身上 倒证实了有些人 真的是天性本恶的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解脱和快乐 至于我的幸筋 都是与延鬟满